大家好,我是希玲 教育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行业 我相信很多现在这个行业的老师们都非常的感同身受 在MRC,它不只是一个传统的教育机构 而且它也是一个教育创业平台 所以在这里,你不但可以继续这个以人为本的信念 更可以以创业形式把这个信念发扬光大 帮助更多的老师持续进步 甚至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 大家好,我是Dave Liao 我是MRC教育集团里面的MBA 今天我们在这边并不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有多本领 我们有多厉害 只是想要跟你们说一声 我们也曾经走过你们曾经走过的路 我们也曾经彷徨过 我们也曾经不知说错 可是今天我们走对的路,用对的方法 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我相信你们也是可以的 你好,我是Kim Yap 我非常兴奋地获得这个 MRC Young Entrepreneur Bronze Award 这年 与这个MRC系统 我们可以开了这么多森林 在7年之后 你为什么要等着呢? 来跟我们一起 一起来,我们能够更多 好,MPT 今年我们创下了500万的佳季 也代表着我们存在了更多人的梦想 伙伴们 让我们持续地坚持这使命 让更多的老师实现他们的梦想 让平凡从此变得不平凡 也让更多的孩子学习快乐又容易 你好,我是Cecilia Sim 在还没加入MRC之前呢 我是一位小学老师 我热爱教育 但我又想要对我的未来质责 所以我决定退出小学的行业 加入MRC创业师的教育行业 因为MRC 领导透明化 专钱系统化 行动年轻化 思维创业化 大家好,我是Elena 我是Sankyul Damai Perdana的院长 五年前才正式加入MRC 自从加入MRC后 我才发现原来传统的教育行业 也能企业化及系统化 因此她也解决了 在教育界的最大问题 失之短缺 如果您还面对着这样的问题 加入我们吧 嗨,我的名字是Media 我来自MRC Kids Kuchailama 我最近五年在MRC 我认为MRC 已经给了我一个大约领导 我还感觉MRC 已经给了我很多的 鼓励和勤励 不仅仅是在教育上 并不仅是在学生 并不仅是在学生 并也在父母上 大家好,我是Win 我是TriQ Yuli的院长 五年前我加入MRC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无论是管理团队 或者是经营学校 都让我得到长足的进步 所以,如果你想要创业 欢迎你加入我们 这将会是你人生中 最正确的选择 大家好,我是Theresa MRC Kids Tamamuda的院长 在这里你不需要担心 你的努力和贡献被无视 只要你愿意学习 我们愿意提供你 一个发挥自我的平台 我们不怕你进步 只怕你原地踏步 能够杰出 何必平凡 MRC I want to be gay! Yay!